早上七点外面下了大雨 如果我们下雨的话 今天就休息一下吧 东西都收拾好了 外面差不多雨过天晴了 去把车都推过来装车了 淋了一夜雨的车 就当洗了个车吧 特别感谢这个先前年纪念馆 庇护了一晚 昨天晚上雷雨加上大风 可以想象一下这种天气 在一个屋内是多么的安心 所以感到多么的幸运啊 早上的打扰错 这边的雪山群 出发今天去盐湖湘90公里 要不是上午中下午 一定不会骑车骑的温导 这个是滑车 早上上次太冷了 就这样的风吹的提高温度 就暖不下来 上雨干渊这边骑车就是这样的 早上风小但是非常冷 下午还挺暖和的 但风太大了 看你考虑啊 我宁愿冷一点 我又不想吹着大风 所以早点出发 感觉阿里本县西部 这边要比东部冷 虽然海拔比奔哥那边要低 但是周围的雪山群啊 这两只藏野驴 绝对是我路上经过最壮的藏野驴了 哇 哇 好潇洒啊 好几路啊 小碎步似的很轻盈 一对情侣浪迹天涯 真好 太阳出来了 海滋于雪山 水山 水山 看着别热的测到的 听说是一个爱情 在青山沉默的怀里 我是山之子 当太阳护照着世界 凝红了我们的脸庞 我们是太阳之子 就在这美丽春天 看着你纯真的笑脸 我的心就在这一刻起飞 如雄鹰飞翔在蓝天里 翱翔在世界的顶端 穿行在高山白银之地 我们是自由的孩子 如此深爱着世界 即可就骑程 带我去远航 穿过山谷草原 我们的参长 我们在南江湖是洪湖之后 还有我们是自由的孩子 像这太阳起传 晣光明的远航 像这春天起传 像山蜷和海洋 盐湖湘到了 第一次在藏北高阳 看到青青草地啊 不太想去乡上的 看看这边能不能住 还可以 一个执勤站 挺干净的 今天就住这个交通劝导站 这边门能开 能进去 特别好 开办 这次是胡萝卜香肠蒸饭 很香 今天在盐湖湘的一个检查站住 这边已经好久没有人来了 真特别安全安静 麻辣减香的四川腊肠 配上这个甜甜的胡萝卜 一种吃包仔饭的感觉 还有三天到隔底 四天到四川河 连续三个大坡 倒隔几期 半年轻疯